侯卓说完 不理呆愣中的路程 也是绝尘而去 杜杰期 每一境界的突破 都是千难万难 少则数百上千年 多则上万年 也未必能够达到 吴浩成为杜杰初期高手 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没有人知道 而这才不过短短七十余年 因为路程怂恿 捉奸一事 竟然在惊怒中 突破到了杜杰中期的境界 而在仲贤语 谁不知道杜杰期高手的可怕 每一个宗门 多一个杜杰中期的高手 都是要举宗欢庆 就像当初的黄青竹 若非他在南斗城 回去后突破 下场与黄青又有何两样 正是因为境界 修为 这些修真界最注重的存在 才让一个个高手 在突破之后 拥有更高的地位 更强大的实力 杜杰中期 要知道 突然到了这么一个层次 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杜杰后期的存在 而乌浩有多年轻 日后成为大成期高手的几率 几乎达到了七层甚至更高 那将是一个纵横众仙玉的存在呀 短短七十年 因前而动 因屈辱而瞬间突破 陆尘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形容此刻自己的心情了 寻思半傻 陆尘仰天比了比中指 心中大喝了一声 靠 牛掰 随后 入地三千尺 抱掠而走 陆尘走了 吴浩走了 侯卓走了 屋子里还剩下两个赤裸之人 相比之下 他们的心情更为震惊和害怕 乌和山已经很厉害了 除了屋主之外 杜杰中期高手也就只有少少三四人 可因为自己二人的奸情 竟然强行的让乌浩突破成功 成为了乌和山乃至仲仙玉内少有的高手之一 乌和山的实力肯定会因此而再度暴涨 而原本这般实力的高手应该会成为自己的夫婿的 朱真后悔了 后悔跟周长俊搅在一起 不能自拔 后悔不听老夫的劝告 依然我行我素 到最后自食恶果 比起一个渡劫中期 日后很有可能成为大成期高手的存在 那些个阴谋 那些个算计 是何等的苍白与虚幻 原本这都应该是自己的 朱真回头看了一眼 君大哥 绵绵的爱意早就抛到了天之边地之源 不禁哭骂道 都是你 都是你 完了 什么都完了 苏君的计划 我的一生 什么都毁了 正儿 其实我 你给我滚 滚远点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跑 衣裳都没穿的朱真 直接一脚把周长俊 踹下了自己的软床 随后蒙头大哭起来 周长俊也知道 自己惹了大火 还哪有心情跟朱真吵嘴 吴昊发现了自己二人的糗事 接下来将会发生的 将会惊天动地 自己能不能独善其身 还不知道呢 周长俊 胡乱的穿戴了一番 灰溜溜的跑出去 过了半晌 外面朱家的人听到里面的响动 急急忙忙的跑了起来 定睛一瞧 朱家小姐的房门被大力轰成了两半 只露出那满地的狼藉衣物 胡乱摆放的肚兜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听见里面有女子的哭声传出 众人面面相去 没敢进去 继而 朱真的一生毁了 但乌和山多出了一个绝世的天才 一个仅仅在七十余年的时候 就从杜杰初期成为杜杰中期的高手 此事之打 引起的波澜足足传遍了众仙语 轰动了很久很久 而乌浩的名字 从此被高高的悬挂在 无数天才之辈的头顶 让人仰望与惊现 三日后 一则轰动众仙玉的传闻 自幻尘兴玉传了出来 天妖一族乌和山 乌主坐下 那两块双雀石 在吸收了上万载天地灵气化为人形的天妖乌号 于杜杰初期七十年后 在偶然的机缘之下 突破成为杜杰中期高手 此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一般投向了无边的修真之语 历史引起五宗三族各派分支的注目 与此同时 远在乌和山的两位乌主 亲自颁下法旨 封乌号为乌和山坐下三大灵妖王外的第四位灵妖王 此极品灵气法宝三件 胡奴三千 杜杰初期高手侍卫三人 并封其为幻尘兴欲乌家下辖炼器方主 只待他达到杜杰后期 可入天妖秘境 修无上仙法 着令其余一年后 回乌和山 接受正统宣赏 于乌和山巅 秘境之旁 高悬法位 立命先班 此消息已经传出 五宗三族历史引起轩然大波 无数宗门高手 亲派先使戴上法宝巫术 奔赴幻尘兴欲恭贺 而在乌和山 幻尘兴欲两地的天妖管辖之内 所有法宝器方对内出售 折价七成 以三天为限 所有与乌和山交友之辈 只要到此 皆可以九折的价位 去购买重宝 只要天妖有的 便不会吝啬 再过一日 乌和山 幻尘兴欲两地 天妖管辖之内 举宗欢庆三日 又过一日 天极星乌主其上 大成高手霸主 亲自将自己贴身掀器一件 送予焕尘兴欲 以示恭贺 并明言将乌浩 收为入室弟子 指点仙法 历史 下界内外仙欲 又是一场轰动之风 此般豪赏 饶使当初三大灵妖王 达到杜杰中 其实也没有如此轰动 而皇家清竹 更不能同日而语 究其原因 都在机缘二字 三大灵妖王和皇清竹 都属于辛苦修炼 得到的修为 虽然让人敬献 但谈不上惊人 毕竟修炼人士 都不缺少毅力 谁都能为了更高的修为 而辛苦修炼 但是 机缘 就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三大灵妖王和黄清竹 都是修炼了数千年 乃至万载得到的因果 这是辛勤的体现 但乌浩呢 那是绝无仅有的机缘 七十年 仅仅七十年 从渡劫初期到中期的跨越 根本是不可能的存在 然而 乌浩却做到了 论起天赋 机缘 乌浩未来的前途 将比四人加在一起 还要可怕 如此 怎能不赏 不但要赏 还要豪赏 此风正浓 正值亲者快 敌者愁食 没有人能够想到 那轰动众仙玉的乌河山乌浩 再传京士之文 事情是如此这般 天妖班法旨之后第二日 一旨修书诡异的飞到了赤炼宗 朱家朱平司的书房门前 送信之人正是八大天妖之一的白锦 此人出现时 声音响亮至整个神魔星域都听得到 信曰 朱家有女 许曰乌河 然其技拙练 无配妖王 送书一封 前缘尽断 署名乌河山 妖王乌浩 此风一传 下界历时陷入沉寂 一道道戏谑的目光 由三山五海投射而来 皆是嘲讽地看向了朱家 朱家并不势力 但之前 乌河山乌浩 与朱家小姐朱真的婚约 早就传到了众仙玉 可如今 就在乌浩成为灵妖王之后 修书就到了朱家的院内 这代表着什么 很简单 朱家完了 而那句行迹拙劣 更让人惊骇莫名 此一句点出朱真的不是 是浪荡 还是不忠不真 都可言论 原本此句可以让乌河山 顶着一顶绿帽子 成为众仙玉的笑柄 这也是当初陆臣最担心的事 我现在 一切都不重要了 那是以前 乌浩没有成为灵妖王以前 如今乌浩成为了灵妖王 身份地位一路高涨 无限于那些世俗的目光 此书送得明白 写得清楚 坦诚到没有人笑话乌浩 反而因此对乌浩的坦诚和直白 大为赞赏 原本我乌浩看上你家小女 不是为了财富 不是为了法宝 只是为了情 可你对我不忠不真 那么好 我修了你 也别怪我 只怪你朱家不会做人 让我愤怒 所以 修书名言 乌河山与朱家彻底决裂 事实上 乌浩的做法很容易理解 反正我肯定要修了你 此后 定会有人去寻根究底 与其让人挖出朱真的不忠不真 倒不如我自己提出 与你朱家断绝关系 并且我不杀你 会显得我坦诚大度 无视你朱家的存在 至于日后相遇会否杀你 另当别论 而因此 天妖乌主 并不因为乌浩的做法而迁怒于他 反倒传出 乌主赞赏乌浩的言辞 届时 众仙玉再次轰动 书中言简易改 愤意暗含 等同于众仙玉所有天妖 与朱家宣战 立马让人把目光从乌河山 转向了赤炼宗封顶 朱家所在 朱家 朱平斯的书房 愤怒的掌进震碎屋顶 木屑瓦片飞扬到高空 一声震天的咆哮远传而出 出伤 老夫杀了你 大步踏出 青砖因此碎裂化成鸡粉 阳洒长空 屋中暴怒老人 杜劫中气境界 法力涌出排山倒海 记得屋内梁子一女 皆是爆喷鲜浓之血 到飞而出 敌人 手下留情了 朱然 朱乐 忍着酸痛无比的身骨 自两侧飞射而来 可是 他们的修为 怎么抵得上 拥有杜劫期的老夫 一掌拍下 点点的亲情使其 偏下了数寸 直接将朱真的腿骨拍断 终究 面对亲女 朱平斯 还是没下得去手 但是 朱珍这一生算是毁了 其双腿禁断 粉碎的腿骨 已经融入血液当中 没有通天的本领 休想恢复行动能力 父亲 父亲 朱然 朱乐 一人一条大腿 把朱平斯紧紧抱住 朱珍更是疼得香汗淋漓 眼中满是惶恐与惧怕 此刻 他连最后一点小姐脾气 也消失得荡然无存 朱平斯的右掌 还窜夺着肆虐的进去 在朱真的头顶盘旋 仿佛只需要轻微一动 朱珍便会神魂俱灭 父亲 朱平斯眼中有泪环绕 双手更是颤抖个不停 许久 朱平斯收回掌势 把身一转 老眼闭紧 显得苍老无比的 滚 给我滚 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不是我朱家的女儿 滚 最后一声 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 充斥着无比的怒意 朱珍始终没说半句话 饶是腿上传来的剧痛 轰落落 没有半点法力的子府 都无法取代他心里的绝望 那一仗不仅伤了朱珍的腿 甚至取了他的功力 让他成为了凡人 朱平斯没要他的命 是骨肉之情 但不代表会原谅他 朱家风雨飘摇 本就在赤炼宗失事 如今最后一条后路 也因为朱珍而断掉 朱平斯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 滚 又喊了一声 寻山都在颤抖 朱然飞快的给朱乐使了个眼色 朱乐抱起 朱珍片刻不停的离开了赤炼峰 朱珍离开之后 朱平斯的身躯不再伟岸 仿佛在那一瞬间经历了沧海桑田 沧老了无数倍 他身子一尾 险些栽倒栽地 幸亏朱然演起手快 及时的跑过去扶住 把朱平斯扶到座椅上 朱平斯闭上深邃的双眼 难难躲 完了 朱家没了 没有希望了 父亲 朱然唤了一声 又自耿住 片刻后道 父亲 你不能夸呀 你夸了 朱家就真的完了 朱平斯慢慢睁开眼睛 露出一丝苦笑 有区别吗 现在还有区别吗 当然有 朱然激励道 只要父亲成为仙家 我们还有翻盘的一天 现在朱家在笑我们 肯定在笑 我们可以让他们笑 但笑到最后的 一定是我们 嗯 被自己儿子一刺激 朱平斯重拾信心道 你说的对 周云在笑我 我怎能让他一直笑下去 然而 你有什么办法 朱然见老父恢复极快 当即欣喜莫名 事实上 他最怕朱平斯垮掉 朱平斯一垮 他就没什么资本了 朱然激励道 父亲 首先 玉湖这条线不能断 我们还需要保公施板 可以让父亲成为仙家 其次 其次什么 朱平斯人老成精 一看就知道自己的儿子 还有别的办法 问道 朱然说 其实 真儿 这次是错了 但也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什么消息 朱平斯问道 朱然顿了一顿 说 那天真儿被捉奸在床前 周长俊的到来 他是不知道的 就是因为周长俊带来一个消息 才让真儿失策 这则消息涉及到皇家 还有宣伯阮家 宣伯阮家 朱平斯皱了皱眉头 道 宣伯山不是毁了吗 阮家又掀起什么风浪来 朱然摇了摇头 说 艾尔也不知道实情 不过真儿说 此时设计一卷名为 《武林破明珠》的气谱